请留步 请留步 其实我相信所有的微博网友 在微博一路看着你们成长 从小小少年到现在的大人模样 所以接下来呢 我们有一个特别的荣誉送给你们 请看大屏幕 出道六载 少年已显成人之姿 微博十年 见证他们一路成为中国 最具代表的新生代偶像 他们潜心演绎 展现新锐演员 意气风发的实力荤彩 传人海相遇 少年踏实前行 立以你归来 少年所向心迷 微博十年 影响力组合 TFBOYS 恭喜 看完好感慨啊 我们在微博 见证了三小只 三个男孩的成长和蛻变 今天 他们一个年轻人 小伙子的身份 站在大家面前 恭喜我们的TFBOYS 获得微博十年影响力组合荣誉 让我们有请微博CEO 王高飞先生 登台为他们颁发荣誉 有请 时光赐予 世间万物生长变化的力量 梦想 加快他们成长的步伐 祝愿他们的未来 依然 发光发亮 来 一起合影 谢谢 谢谢高飞总 谢谢 刚才我们在这个视频里头 回复了各位的成长历程 我有个问题想问问三位 如果说时光倒流 你们会看到那个曾经的孩子 会对他说什么 对那个曾经少年的自己说什么 当然现在也仍然是少年 就那个小小少年的自己 你们会对他说什么呢 我就是对他说 就加油这样吧 什么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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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下面的不要重复答案 来 谢谢 可能就是 坚持你现在所坚持的 然后珍惜对你好的人 坚持 以及要珍惜那些对自己好的人 坚持和珍惜 其实我想说的是对小时候的自己说 多抽一点时间来陪家人 多抽一点时间来陪家人 真好 我们说少年强则国强 少年进步则国进步 再次把掌声送给这三位少年 好好加油 还有一个问题 受到你们的影响 我们单位最近也推出了一个偶像男团 叫TF uncles 有二字哥哥 康辉 是 三字小萨和朱广泉 是 四字就是我了 听到这个消息 有没有想改团名 如果给你们一次升级团名的机会 你们会有新的创意吗 会有新的团名吗 有没有想过 升级团名 对对对 就如果以后不叫TF boys 那叫什么呢 会有可能叫什么呢 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答案 都可以 肯定不是TF uncles 经过我们一致商定 我们觉得叫TF men TF men 经过我们粉丝的一致商定 这个不合适 在我们心中永远不变的 还是属于TF boys的青春 谢谢 你们永远是男孩 我们就能够永保青春 谢谢 谢谢 再次掌声送给T